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日前报道 台湾的交通如同行人地狱 并且指出道路设计不佳是事故频传的主因 而且台湾到现在都没有立法规范新设道路 专家指出交通部改善交通的方向从源头就有误 才会赔上国际民生 只要没有以法律强制力要求并且拟定各级政府规划和新设道路规范 事故只会不断的上演